厨神石神巨王牌 不得菜谱终不还 大王队长王祖兰 集结明星厨神 我们厨神在 石神请委拜 风味主厨谢霆锋 煎 比如说最简单的煎牛排 蛋糕女王蔡依琳 最强搭档Twins 蔡卓妍 钟馨童 彩色 当红偶像薛之谦 我在上海自己有火锅店呢 各路雏神飞味 是要征胜夺菜 王源 宋倩 小王队长王源 汇聚明星石神 世界天下菜 国民媳妇海青 欢乐英雄沙银 默契组合筷子兄弟 萧央王太丽 人气女星白冰 我喜欢吃世界各地的美食 还有王牌特工宋倩助阵 明星石神巨手 定要取胜当王牌 别人吹牛吧 她为什么要挑衅我们 王牌之战 明星厨神大战明星石神 谢霆锋 蔡依琳 化身荷包蛋 往下来推开 蔡依琳过世界金奖作品 现身王牌舞台 那时候因为演唱会要做一些 钢管 道标那些 反而在烤蛋糕的时候 把这个紧张的情绪缓解 谢谢 薛之谦凭遭陷害 薛之谦做菜最难吃 谁是幕后黑手 回去打 帮我带出去 打 打车 出神石神 哪队技高一筹 喂 喂 停车 喂 我刚刚说到进去 我说什么 你说一遍 那我刚刚说啥了 我是北方人 我不吃这个 今天 在王牌对王牌的舞台上 两支队伍将展开一场 关于美食的战争 谁才是今天的胜利者 没有他红 我让让他 我让他 我让你啊 你年纪大 让我们一起期待 欢迎各位来到2017浙江 我们是重磅升级推出的大型棚内 明星艺能成长节目 王牌对王牌 本节目由VIVO首期冠名播出 今天晚上将会是这一季 王牌对王牌的决战石神之夜 各位 准备好了吗 马上有起两位队长 以及我们的王牌特工 王祖兰 王源 宋千 Ready going ready 王牌比王牌 Ready going ready 我就是王牌 王牌 我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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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又来了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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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你看 今天这个现场的气氛 我觉得依然在过年浓浓的 这个喜庆氛围当中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啊 无论是过什么喜庆的日子 都和美食有关 对不对 是的 最爱吃什么 跟我们透露一下好不好 咖喱鱼蛋 鸡蛋仔 鸡蛋仔我喜欢吃 鸡蛋仔好好吃 其实我也是更喜欢吃那种小吃 小吃最好吃 对不对 小元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我就只会一道 会一道 绝对无敌 请说 烧菜系的 烧菜系 烧开水 烧开水 小元 小元今天《决战时辰之夜》 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决战时辰之夜》 我带来的肯定就是食神队了 他们可都是吃遍全球的高手 不会做饭 只会吃了 太好了这个 这个就简单了 那接下来马上进入VIVO王牌时刻 有请小王的战队出场 让我们掌声欢迎 沙翼 白冰 凯青 筷子兄弟 萧阳 王泰莉 欢迎各位 好久不见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还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你有资格入宣我们的食神队 大家知道 我的成名作是吹是班 吹是班 吹是班干嘛的呢 就是做饭的 所以我才是食神 我呢 是因为演过一个戏叫后厨 我在里面是女的行政大厨 王老师 我们其实理由很好 对 跟着 我们的名字叫什么 筷子是用来干什么的 炸油条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食神队的 你看 吃的 这需要有人做给你们吃吧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是 厨神队 厨神队 有请厨神队出场 Vivo王泰时刻 好 让我们欢迎斜亭峰 阿萨 阿娇 沙依林 薛之谦 你好 你好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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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一下自己 为什么可以加入我们的厨神队 为什么是厨神 开玩笑 我在上海自己有火钩店呢 我做这个生意的 我怎么不会是厨神 罗哥爆料了 薛老师 拍戏的时候天天 麦当劳 天天就得麦当劳 也没见自己做过 没有他红 我让让他 我让着你 你年纪大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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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边是辣的 那蔡依林是甜的 对不对 甜的 你做甜的是什么呢 翻糖蛋糕 一个翻糖蛋糕叫成这样 没吃过蛋糕 等一下 不是 人家的翻糖蛋糕 是刚刚拿了奖的 我的天 赶快说一下 这么厉害啊 拿了金奖 好捧场 清风 没有 还要说吗 真的 所有人都看过 12岛风味对不对 在去年的时候 就拍了一部 关于美食的电影 叫《决战时神》 谢谢大家 一定要去说 我也是出生队的 我都在香港 开过甜品店的 然后不够一年就倒闭了 今天倩妮这个王牌特工 身上有三张王牌 对应三个特殊的技能 三个特权 对 那今天到底怎么样来争夺倩妮呢 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的设置组 就已经跟随着每一位 今天到场的嘉宾来进行拍摄 对他们饿起体肤地进行考验 对他们饿起体肤地进行考验 我这算作弊吗 我这不算犯规哈 这东西很正常吧 我也是骗了 80.8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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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斤 喂 不好意思啊 久等了 喂 薛老师 您这种衣服怎么有点怪怪的 没有 我一会儿准备出门嘛 我准备一下 我先趁趁提重啊 欸 薛老师 我们不能穿这么多衣服称重的 我平时就是这样的 我睡觉前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么穿的 不行 那我把衣服脱了 不要 薛老师口袋里是什么呀 我口袋里是谁 这个 我刚正好渴了嘛 那我直接喝下去 你一样嘛 在这儿喝 在嘴里你们都不介意吧 薛老师 你衣服还是这么多 还得脱 还得脱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我鞋子总能穿一个吧 62 接下来整队称重 我们比两队减掉的总重量 来啊 对面出来的是谁啊 我跟你 让你嘛 让人家 来 是老人家嘛 来 来来来 脱鞋啊 鞋子一定要脱掉 我吸点气啊 你今天晚上称是多少 我吸点气 不 八十点八 就是三百 一百 一百六十多斤对吧 一百六十多斤 一百六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队目前的体重 这是762 现在750 减重12斤 好 来 换一队 我们来抄一下 来来来来 把大衣也脱了 大衣也脱了 你瘦 大衣也脱了 我还有更高的 你瘦 大衣也可以脱 你瘦 大衣也可以脱 曾高点 躺在袜子里面 你把我的都抢走了 好 还有头套 假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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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不要了 好了 好 我们就不怕 我们本来就很瘦 她们现在的体重是 之前628斤 现在621斤 减重7斤 太不专业了 我们才7斤 都加起来每人一斤 好 接下来我就正式地宣布 今天王牌特工宋茜 归属的是王源的石神盾 真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石神对决的口号 我们石神盾 石神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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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石神盾 石神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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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为什么要小心我们 为什么 她为什么要小心我们 那接下来 跟大家来说一下 今天整场比拼的一个规则 因为每一轮舞 对应的都是一本菜谱 但四本菜谱当中 只有一本 是真正的 石神菜谱 哪队最后拿到的菜谱当中 包含着石神菜谱 就获得了我们石神对决 巅峰之夜的胜利 可以拿到这个最响亮王冠上的明珠了 马上进入苦其心智 石材之多少 王牌对王牌 欢迎各位来到2017浙江的市重磅升级推出的王牌对王牌 谢谢 谢谢 现在进入的就是我们的苦其心智 石材之多少 石材之多少游戏规则 每队各排六人参加 三人游戏 三人接受惩罚 游戏中 每一名队员说出一样食材 后一名队员回答该食材的颜色 依次传递 回答错误较少的一队获胜 每次比拼之前 两位队长都是老习惯对不对 彼此要打一个赌 这一轮你们想说点什么 那我这一次我就给你赌一个大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队都很强 绝对不会输 而且还有欠姐的三个技能 如果我们输了 不不不 什么如果 干嘛 我继续讲 你把结果都说出来了 如果我们输了 我们就发微博 发微博当天就发一个 你们觉得做菜做得最难吃的艺人 组兰哥好多 这样很得罪人 我就发薛之谦 薛之谦做菜最难吃 以前我火锅店很难开下去 不要这样 如果你们输了 30秒内吃10个柠檬 一堆所有人 女儿 女儿不用30秒 给他们一分钟时间吃10个 好 每一天都可以都吃不掉 我跟你讲 倩倩每一轮都有一个特殊技能 对 这一轮要激发的是什么技能 就是 回转技能 本轮王牌特攻技能 回转卡 当游戏题目轮到王牌特攻时 宋倩只要说出回转 就可将题目反弹给出题者 并将出题顺序颠倒 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位听到这个节奏没有 跟着这个节奏 打起来先 厨房里面有什么 黄瓜 绿色 花椒 紫色 厨房里面有什么 胡桃 花椒紫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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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看过花椒是紫色的 那就不算不算不算 什么不算 我都没碰完了 王牌 继续节奏 厨房里面有什么 紫然 花椒紫色 紫色 宋倩最倒霉了 紫然这个太足了 王牌 紫然是 对对对 要不要吃过厨 烤烤羊肉 好 好 褐色对吧 对 再来 继续 看你能坑他几回 从我开始就可以吗 不可以 你让一下人家吧 反正我能答应你 我只给你痘累 好 好吗 好 谢谢佑哥 厨房里面有什么 黑豆 黑色 芒果 黄色 蜂蜜 蜂蜜 红色 菠菜 绿色 给你乳哥 什么 乳哥 乳 棕色 贱吗 我黄色 绿豆 绿色 水果 水果 彩色 漂亮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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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哭 我好想笑 是不是有个反转吗 到他你就反转 他在前面我反转不了 我们的小元属于这个出题不对 对不对 就给大范围不行 节奏 厨房里面有什么 红豆 红色 白菜 绿色 咖喱 黄色 黄豆 黄豆 黄色 蟹药 食材 食材 你们家厨房里的食材是蟹药 没有 厨房里不能有蟹药 你的火锅店谁还敢去吃 不是 我不是说火锅店 是药店 你的火锅店是不是 因为是千千做了 所以海青姐继续往下出题 好 没问题 好 来 节奏 厨房里面有什么 八角 八角 八角是什么 你真的是开火锅店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八角 薛之谦的火锅店 该有的什么没有 不该有的什么都有 我这个发型越来越高 我知道 好 海青继续出题 对不起 来 厨房里面有什么 贵皮 贵皮 哎呀 我求你啊 我求你啊 他好难 他好刁钻啊 哎呀 我求你啊 我求你 对不起 没有 反应不过来 这个难度高 真的难度太高了 我错了 麻辣火锅里面都有的 我想他开火锅 这个条量应该都很小的 对 应该都是他最熟悉的东西 他都不认识 我没有想到老板不认识 我好久没上班了 你说简单一点嘛 好 我知道了 好 你再出去简单一点的 太难了 打不上好丢脸 厨房里面有什么 炒天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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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红色 乳珠 棕色 螃蟹 橘色 橘色 眉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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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 眉不知道 眉豆 我是王派特攻 你问我是什么说的 我也不想 我很想哭 眉豆是什么 眉豆 没清楚我 眉豆就是那种 黄色有一颗黑的 眉豆 包汤的那种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来 从庭峰开始出题 厨房里面有什么 青豆 绿色 毛肚 黑色 菠萝 黄色 对不起 一下就在情境里了 对不起 这一轮雨暂时就落后 现在双方队员可以进行一下调整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发现了 有些人真的就是黑洞 你到后面去 我要到后面去 芊芊 你真的要上来了 我上来了 我说不了了 我答不出来了 王老师拜托了 你不是打击报复 来 节奏给起来 厨房里面有什么 胡萝卜 橘色 香肠 粉色 大葱 绿色 花雕 花雕 给我 妈 给我 妈 啊 黄酒啊 不放我 她不放我 我得会这么说 我 花雕酒啊 最机的那个花雕啊 是黄色吗 还是棕色 棕色 我 我想到那個雕 我一想就是雕飛的 再見了雕兄 為什麼有碰 噴錯了 噴錯人了 意外 意外 當沒有發生過程 好 阿佳開始你來 你還說那個 廚房裡面有什麼 梅菜 梅乾菜 我是北方人 我不吃這個 這個厲害 為什麼 為什麼每次要噴阿佳 這兩台機器是串聯的 為什麼 這兩個是串聯的 太壞了 梅菜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什麼顏色的 黑不拉急的吧 黑綠色 黑綠色 都可以 對 好 阿佳請出第一 廚房裡面有什麼 龍沙 紅色 鍋包肉 白色 紅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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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黃色 金黃色 吃過沒有 沒有吃過 所以我腦子裡面一片空白 我就覺得是白色 鍋包肉是北方菜 你知道嗎 它是黃色的 我身邊可以站一個南方人嗎 那我身邊這也是可能 不是北方人 來 下一想一道題目往下出來 來 節奏 廚房裡面有什麼 豆包 白色 過了 豆包 東北的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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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 黃色的 香港的豆包是白色的 豆包是有白色的 豆沙包才是白色的 豆包是黃色的 我是個南方人 我們是北方人 北下雪的時候雪在上面就白色了 這太堅強了吧 愛我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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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 我說一個好簡單的大理 從阻攔開始往下接 來 節奏 好簡單的 好簡單的 廚房裡面有什麼 紅菜頭 紅色 廚房裡面有什麼 豬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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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聽聽他說 豬腰子 豬腰子嗎 就是腰花 腰花 腰花 紅色 紫色 棕色 都可以差不多接近 根據這個豬的年齡 年輕一點的就是紅色 年紀大點有可能是紫色 好 這個沒答對 那繼續 繼續出題 廚房裡面有什麼 土豆 咖啡色 奶油 反轉 砂糖 奶油什麼 黃色 砂糖 白色 豆子 白色 麵條 白色 米飯 白色 蜜粉 回轉 白色 還好 我準備好 這道題屬於出題太慢 好 阿嬌出題 來 廚房裡面有什麼 蛋糕 白色 雪茬 白色 當然是紅色了 雪茬嗎 雪什麼 雪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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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茬紅的 東北特色 東北特色你這全是 東北特色 對 鍋包肉 豆包 雪茬 我就死在東北手裡了是吧 K O 原來你有空的時候去東北走一走 我現在就飛 阿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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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學勝輪 隊長調整一下最強陣容 屏風在前面 屏風厲害 就要在千千前面吧 然後咋吧 好危險了 三個香港人 廚房裡面有什麼 黃瓜 綠色 迷迭香 咖啡色 白菜 綠色 土豆 黃色 香腸 肉色 對的 對的 藏油 什麼 藏油 黑色 海帶 綠色 昆布 昆布 迴轉 綠色 百里香 綠色 咖哩 黃色 青椒 青色 青椒 青色 瓜瓜 比嗎 黃色 海青 白桔 海青 剛才就是自己的題目 沒出出來 因為她跟我下沒有出的 禮物 對的 他打了那個什麼 那我們也來聽聽 Đức 刚才卡住海青的到底是什么 厨房里面有什么 鱼胶 鱼胶 黄色 荔枝 透明 透明 我请你吃一个荔枝 看得见吗 透明 继续 厨房里面有什么 白兰瓜 绿色 薯葵草 荔枝 绿色 金针菇 白色 花眉 红色 找你 等等 等等 真的不行 白 头发都白了 他就是思考着时间有点长 对 能答对 但是没出出来提 这局最终的比分已经出来了 这轮获胜的是大王率领的除神 对 有请我们的王牌先生 他手里有四本菜股选择其中的一本 除神选一个好不好 是有编号的 好了 第三本 这样啊 刚才已经约定了一个惩罚 找一个自己认为做饭最难吃的艺人 来拍照 来发微博 对 接下来给你们一个补充体力的机会 我马上就去下一环节 王牌就王牌 美食培训班 游戏规则 本轮游戏在于考验场上 队员的应变能力 美食讲师 传授美食知识 队员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 吃完自己选择的食物 率先有两位队员 吃完食物的队伍获胜 那我先来问问倩姐 这一轮你的特攻技能是什么 我这一轮跟你们说 我是可以让时间暂停的 本轮王牌特攻技能 时间暂停卡 当王牌特攻宋倩 喊出时间暂停后 除她以外 场上其余人员 需静止三十两 在有效时间内 宋倩可帮助自己队友 左蓝队派哪三个人上来 周琳吧 阿萨 千千 好 小元 这轮派哪三位 我海清老师 然后沙翼老师 好 好 接下来呢 在保证不被其他人看到的情况下 偷偷地瞄一眼自己的食物 掀开看一下你们的食物是什么 请开盖 有 有人想换座位吗 有 我也想换 我也想换 我想换 往前就太好了 就笑成这样了 好 我跟你换好不好 你要换吗 好 没有问题 阿萨和芊芊换了一下食物 我那个真的太 这什么东西 到你了 好 各位同学们 大家一起来掀开看一下 你们的食物是什么 请开盖 柠檬 坚果 我跟大家说一下 阿萨这里是鸡爪和鸭爪 薛之谦这里是瓜子花生大核桃 多好 这个多好 这个好好 多好 多好 等一下 这个核桃 它不跟我工具 跟刚刚那个石头有什么区别吗 不 拿两个核桃 这样鸭就好了 真的可以吗 那最后那个怎么办 沙翼这个是根玉米 这是个柠檬 那边是什么 甘蔗 我是吃盒吗 我是放盒 里面了 里面了 爱心小便当 我这个厉害了 很可爱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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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 我这个好了 今天我为大家特意请到了一位授课老师 这位老师名头非常非常响 是我们的名品大厨 米其林七星大厨 刘一维老师 这大厨越来越瘦了 大厨 刘大厨 刘大厨 瘦个花生还 老师好 老师好 老师今天这堂课呢 就全部交给您了 据说这些学生不是很乖 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容易做一点小动作 不认真学习 你那个 那放不进去 哪个 同学们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上课了 这规矩都讲清楚了 都说了 今天给大家交易 一道菜很简单的啊 叫做西红柿 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要怎么做呢 首先火候上 首先火候上 我从来没有见过三只手的女孩 没有 我 我后面痒 这是用来抓痒的 这是痒痒 挠啊 我好痒啊老师 你挠挠你的额头 你挠挠你的额头 挠一下 好吧 你这是干嘛的呢 老师我最近吧 有点上火牙疼 这是我新买的一个牙刷 你这 你怎么越刷那毛越少呢 牙刷不好 有时候还掉毛 好 那我就不管你了 你这吐的是什么呀 你怎么随地吐痰呢 对 刘老师 这个 是一个标本 可以当书签 书签 对 也好找 你看 也好找 你们家所有书签都甘蔗做的 有时候闭着眼睛 闻着味儿也能找到那页 你 好 西红柿的西 云南百亚牙膏 让你好口腔 吃啥啥都香 来来来吃一吃 它为什么不叫东红柿呢 请问你在干嘛呀 老师 不好意思啊 你们家开火锅店就这么不爱心东西啊 对老师 刘老师 您问问他手里和桌子上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想我爷爷了 我爷爷他平时吧以前都喜欢这样 我刚刚 我刚刚给他磕头呢 想他了那 嘴里那个呢 刚才我看见在你嘴里 是啊 不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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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 我在进厨师班之前 拿点声 我进厨师班之前 其实我本来想加入武术班的 我最想练的就是吹针 老师合理吧 老师合理吧 合理 肥花摘叶都能伤人 为什么叫西红柿而不叫东红柿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 当年的西红柿啊 叫番茄 它产于西域 这回我看见蔡小姐了 你是流鼻血吗 没有我刚才美白牙齿 用 牙套 这是牙套啊 对 最流行的 你先放好我看看 好 手放开 这是一种新型牙套吗 是 有 我见过 我见过 蔡依林同款 我给你拿一大个的 我给你拿一大个的 这个牙套更好 谢谢老师 谢谢 好好上课 你以为你很帅吗 不是 好 为什么叫西红柿呢 番茄 它来源于西域 所以呢 我们就管它叫做西红柿 好美哦 爱哦 那么好 所以呢 我们就管它叫做西红柿 哇多像 它不叫北红柿 也不叫南红柿 所以呢 他叫 他叫 小王慘了 小王 你這次在幹嘛 我在練習 發音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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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吾 伊 發音 要把口香打開 才能體會到 看歌的真技 照他這種方法練發音 永遠都發不明白 你這牙刷沒毛了 那算是第一個完工的 西紅柿炒雞蛋 現在我們要講一講雞蛋 我這個可以自己下午 我這個 太不合理了 我這個開貨 我的媽呀 有區域不同 有顏色不同 有各自的功能不同 所以呢 在我們中國常見的雞 有蘆花雞 我吃完了 因為王源和沙蟻 都完成了自己的食物 所以這一輪獲勝的 就是我們的食神隊 兩位隊長 第二節課 有哪些同學要來上的 來吧 來吧 還是我 應該還有沒上的來吧 三二一打開 這邊吃餅 這邊吃餅 這個好 好好吃 這個好 你這個泡過了嗎 我這泡過的 泡麵一大碗 這是汽水 火腿炒加汽水 這個泡麵 餅乾和那乳酸菌的飲料 酸奶 但是這個 這個為什麼沒有餐具呢 這個 它就沒有啊 你看 對吧 誰有餐具了 誰有餐具了 你自己就有餐具啊 幸虧我自己帶 你是筷子兄弟啊 幸虧我自己帶了餐具 是 那還有一隻呢 對 另外一隻 快 快來救場 另外一隻 快 你可以用手嘛 來吧 來吧 上課 上課 第二節課呢 就不用我上了 我們請出新近的廚神 謝霆風仙 我的老師可凶呢 老師都是我們班的 還說什麼呢 真的是 老師 你要公正了 反正開始吧 好 班來 好 好 所以這個刀工呢 其實呢 唉 這個有點悶 我們說了 煎蒸煮炸燜燜局 柴米油鹽醬醋茶的 一些基本功了 那時候煎呢 有好多人就問 煎比如說 最簡單的煎牛排 怎麼知道它熟不熟呢 你在幹嘛 老師 剛剛說到劫力 我說什麼 你說一遍 老師 什麼 還比油鹽 還要 來 謝霆風有很帥 好帥 唉 別動 他不能動 他不能動 有點不對 他不能動 來… 向方拳 你在幹嘛 你告訴我們你在幹嘛 老師 他是唱戲的 这是圣诞节 所以我要 半天要圣诞老人 半天要圣诞老人 对了 对了 圣诞节 这个 这个同学 有忧郁症吗 老师 我今天一天都觉得好干 你还要我怎样 薛之谦这里是瓜子花生大核桃 我今天可以吃一下午 太不合理了我这个干货 吃得干死了 你不用提醒我 哪怕结局就这样 老师 你别问我喷 你在喷烟花吗 不是 过年了是吗 老师 两位老师 我在跟宋健打波克牌 一对二 一对二 老师 我脱手了 老师 我不认识他 老师 我是好学生 我不认识他 我在这东宋上课的 人家出了牌 我都出了牌了 你给你拿掉 我打完了 我接着说 刚刚我就说到这个肩 肩是最简单的 老师这牌就还给他吧 对对对 我出掉了不行啊 不行 好干啊 时间站停 时间站停 你还说多少 多吃点啊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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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很多 时间回复 好 刚刚说到尖 尖比喻 比喻说尖牛排 大家把手伸出来 薛君倩 连快乐都没有 好 刚刚说到尖的尖 尖的尖度牌都已经听到了 五层熟 六层熟 七层熟 八层熟 好 以后尖度牌就知道了 尖 蒸 蒸是第二 蒸鱼呢很多人呢 就把鱼那个直接放在盘里 就蒸 喂 喂 返回到刚刚那个动作 好 你在喝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人很不科学 怎么说 喝了那么一锅他不打嗝 你看他 你看他 你 你 这什么东西啊 你玩了那么久 还在玩那个东西 没有 这个T恤刀 好 你乖给我看看 这个T恤高 你乖给我 那我 要不要我帮你 哇 好干净 老师 好 现在没觉得那么干了吧 好 老师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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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七层熟 刚刚说到那个蒸 正义就懂了吧 煎蒸煮 煮 煮很多人问 煮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 为什么煮的那个面会粘在一起 当你煮面的时候 放一些些盐 再放两滴油 你的面煮好 拿起来的时候的光子也好 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停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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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报告一下 小元队目前已有两人完成任务 所以这轮 你没帮到自己队 这一轮获胜的还是我们的小王 老师上课非常精彩 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美食的知识 当然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 因为我们今天只是一个游戏 上课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讲 我觉得这轮屏风的演技非常棒 你生活当中真的是那种特别严厉的 老师吧 是吧 如果是在厨房 特别是煮一些比较大的晚宴的时候 确实要很严格 因为比如说 有时候上菜 在八分钟内要上700道 那700份 所以就要很定的很准 不然菜凉了 最主要是这个 如果胃剩不好 大家吃了不健康 这个是不行的 而且其实有很多比较危险的 八二二叉 烤箱等等 都是危险的 所以刚才一切都是你生活和工作状态 当中真实的反应 有时候了 也不一定那么准 有时候了 是吗 就是可能 好 我掌声谢谢我们的谢老师 谢谢 好 这轮我们获胜的是王源队 所以马上就可以选一本属于你们的菜谱了 来 我们有请上我们的王牌先生 把菜谱拿上来 你别推走了 还有三本 一二四号 对不对 三号刚才听风选走了 一二四号选那一本 那我就选一号 一定可以获胜 谢谢 接下来 各位 请把你们的目光锁定在舞台上 下一轮要靠各位的投票 让我们一起进入的是 两队的才艺对决 王牌跟王牌 想到了 是我的小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粉红的笑料 温暖我的情窝 点亮我生命的火 哦 我时刻没有眼泪 我冲了泪 不住口的赞美 让我付出不怕薪碎 是你最好的美 让我付出不怕薪碎 是你最好的美 我去求你 我的天使 很想随意 不想随意 这是什么 我不用想随意 我终下一盒春色 终于长出了漠视 今天是各位的日子 到那抄墨发西湖春高 会把她颠倒 只懂问我听不了 对她好 可是她都不知道 难道爱生在感冒 骄傲在古早 要咆哮 快出招 姐妹打不倒 你是我的 小小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我想问解析爱生如何养成 我爱的她要怎样 才不会再难吞吞 好梦的笑脸温暖 我的心我 地亮我生命的火 我想问解析爱生如何养成 瞬间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从间 我想问解析爱生如何养成 从这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 这雪文时光我没天分 这雪文时光我没天分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两队在才艺方面的展示 刚才我说过 这一轮表现是需要所有的观众来投票的 所以在表现的同时 就有人已经去偷偷准备了 他说表演之后 我们要替自己的队伍拉拉票 接下来来到场上拉票的是 沙翼 王媛 他放过就会太甜 要闲就要多谎言 才下过就要沉热 沉热才不沾过 葱姜酸把它切碎 完全配料的滋味 好帅 不会做他的人最可悲 反正吃什么都美味 忘了只能流干眼泪 别问不破坏的人 不小处的人 只问轻易懂几分 别说你能会讨论 如果不动心有多深 为做菜给你的人 爱的有多深 救助幻默留无痕 他早已付出了灵魂 我觉得特别有心 因为一般模仿不会重新写歌词 我刚刚看到个歌词也写得很逗 我早认识你们 我就可以同时跑好几场演唱会 跑好几场演唱会 好 你把那二线尝试的给割留了 我要三线尝试了 我觉得有几个动作你们学的还是蛮有神韵的 这是什么亮相 是这样吗 还有什么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用拉票吗 因为你们一直在调票 你来个原版 如果你拿着吉他 演唱会上动作是什么样的 好久没看见他 好久没看见他 因为 好 好 以前弹吉他的时候都会 反正我觉得这样顶着是舒服点 所以会有这么一个姿势 小元还能模仿得更像吗 还得插兜吗 插兜怎么插 插兜得帅帅的 不是因为 因为我不是一个会摆姿势的人 真的吗 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会摆姿势的人 行走的姿势 十年前吧 反正那个年代 就拍照的人好喜欢 能不能动作大点 动作大点 那所以其实我呢 我本来是这样的 换个动作行不行 就是说 再再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 其实这种事情主要还是看脸了 主要还是看脸了 对了还是看脸的 真的真的 就啊 所以阿加萨跟屏风 其实平时处的还蛮多的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私下模仿过她 因为真的还蛮 模仿屏风 对 会不会 有 标志性的 你来给我看看 对 那个眼镜 墨镜 为什么鼻孔要放大 对 虚凌峰 你们会发现吗 她常常很认真的时候 她鼻孔就会放大 她鼻孔就会放大 我们谁也不会相信谁 我输了 好 继续来拉票 我知道小元今天做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一定要赢 对吗 一定要赢 真的 准备了什么 薛老师的歌 芊芊的歌 芊芊的歌 对 真是 麻烦把你的眼镜和风衣 借我们队长是一样 穿上 来 穿眼镜 脱这个 脱这个 给一个 突然变成了屏风版 给一个 来 小鸣医生你跟我一起唱我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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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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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要把动作做出来 好 我想摸你的头发 这是假的 是他吗 我想给你个拥抱 像一线一样 可以吗 MV MV 都来了 我忍不住身背后抱了一下 是独帅我再不能说想你 哎呀 你这当刚认识的绅士 闹了个小话吧 这一轮 这一轮 干嘛要顺势变成太坦一号 好 现在拉票 我宣布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我好担心我们这一队 我也觉得有点悬 但是所有的表现呢 观众都看在眼里 看看你们支持哪一队 哪一队获胜的话将会获得下一本 我们的十神秘集 来 各位 请拿起选择器 这一轮 观众投票 开始 就用温币拳 本节目由好口腔吃出幸福感的 云南白药牙膏特别支持 这一轮 观众投票 开始 对 208票对183票 对于这一轮获胜的是 祖兰率领的除神队 好 马上呢就要开始来抽取 这一轮的这个食谱了 来 有请我们的王牌先生 我们又可以选一个菜单了 这人要终于选一个吧 还有二号和几号 二号和四号 四号 选择四号 好 不能打开看 还一个四号的 接下来我们马上会进入的就是 最后一轮 老齐筋骨 翻转吧 荷包蛋 翻转到老齐筋骨 翻滚吧 荷包蛋 翻滚吧 荷包蛋 游戏规则 两队各自派四名队员出战 三人扮演荷包蛋 一人翻蛋 90秒游戏时间内 翻蛋者要将对方荷包蛋翻起 比赛结束时 荷包蛋翻起数量多的一队 获得胜利 这轮倩倩还是有一个特殊技能 是的 又有特殊技能 我有一个旋转技能 本轮王牌特攻技能 旋转卡 当王牌特攻送倩 喊出旋转时 可以令任意一名对方队员 暂停游戏 并原地旋转十圈 来 两位队长 第一轮谁出战 就我了 没有 你翻还是当荷包蛋 翻 队长先来翻 我炒荷包蛋 炒蛋 对 那就算了我们赢定了 我趴着他根本翻不过来 不用倒蛋他都翻不过来 不可能 好 停锋对王牌 好 好 现在两队都已经准备正绪了 接下来所有的荷包蛋 请趴下 趴下 开始趴 你先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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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住你先趴 为什么我先趴 怎么跑 就往下倒 好难 我根本归不下来 没有头 好像乌龟 我们帮一下 帮一下 挨个帮 挨个帮 好 厨身 谢谢 好 你我真有点事 你害死我了 好 大伙跟他们就靠近点 两位大厨 别分开太多 好 现在所有的荷包蛋 已经准备就绪了 两位大厨 三 二 一 开始吧 快去 没时间了 快去 没时间了 快去翻了 快去翻了 这什么可爱 来来 往这边 往这边 他们 他们在联合 你们也拍一起 拍一起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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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攻了 拍好 过这 过这 停点 来 来 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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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源已经翻过两个了 停封还没有成功 因为这几个蛋实在是有点重 好 这哪里是荷包蛋 这分明就是鸵鸟蛋 好 翻过来了一个 快回来 天天在挣扎 天天在挣扎 天天被救回来了 两位大厨又展开了彼此之间的肉搏 现在再不能自生自灭 主来 拜拜 那里有一个逃跑的鸡蛋 鸡蛋 你给我回来 好累 王源 王源 加油 王源 加油 还有40秒 加油 打了 上来 帮我带走 帮我带走 帮我带出去 帮我打车 加油 王源 现在两位大厨间产生了胶着 起来 起来 你们考虑一下刘一伟的感受 我考虑一下再两个时候 二十秒 王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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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源 压着她 不行 这边挺会的翻过来一个 翻那个 王源 快翻那个 王源 快翻那个 快翻那个 王源 快翻那个 王源 快翻那个 快翻那个 王源 不要肘 王源 9 8 7 6 5 4 3 2 1 时间 3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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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3 2 1 犯罐 荷包蛋 阿焦率先挑战的是沙翼这个荷包蛋 这是最重的荷包蛋 沙茶蛋 怎么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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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3 8 4 5 6 5 6 5 7 7 4 他们的策略是 用逍遥的体重优势压制两个荷包蛋 太没面子了 决定 谦谦你去哪里 谦谦你去哪里 好 没关系 我们赢了 过来 把线蓝推开 加油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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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单命了 15秒 10秒 10秒 9 8 7 6 5 4 3 2 1 时间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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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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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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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太重了 你不知道你们有一个队员 把对方的弹已经拖到外场去了 这叫扯弹 我是从别的棚就扯回来的 所以这一轮获胜的是王源队 哇 服了 好 多不容易 体力大战 当然通过几轮的这个争夺 赢了之后 马上就有秘笈可以拿了 对不对 来 我们请上最后的一本 《十神秘笈》 好 菲菲来咯 最后一本属于王源 2号 你们有几本了 2号 1号 2号 这边是3号和4号 所以接下来 我马上就来一一地验证 到底谁抽中了真正的《十神菜谱》 小源 这边是1 2 那你们先来亮一本 1 2 3 1 2 3 打开 有 里面没有内容 哇 然后 要我们打开一本吗 那个 《90本本本本本》 有没有 好 好 然後 有嗎 上菜 每個人都很好奇 屬於自己的那道菜 到底是什麼 小元怎麼了 前置兩千萬柔光雙攝 照亮你的美 本節目由vivo手機冠名播出 想生活選贏家 本節目由中國人獸 心服贏家獸險特地支持 好 然後 有嗎 好 好 好 我們也有啊 新年快樂 我們那不是菜譜 這不是菜譜 新年快樂是一道什麼樣的菜 新年快樂是最重要的一道菜 你看 那庭峰這個是什麼 真的是菜譜嗎 其實這是一本真的菜譜 真的是 它上面記錄的每一道菜 馬上就會在現場出現 餓嗎 好 餓嗎 好 接下來 各位 準備一下 請入席 謝謝 各位都已經入座了 剛才我說這是一本真正的王牌菜譜 上面的每一道菜 我已經對應好的準備給了各位 來上菜 選美一樣 好 穿著一種龍躬的感覺 就站在這裡不放下了 放放放放 小心小心 好的 謝謝 好 每個人都很好奇 屬於自己的那道菜 到底是什麼 我們三二一一起打開 好嗎 好 三二一 請打開 餃子 不一樣的 我這是大肥肉片子 我砂鍋 砂鍋的你 蘿蔔糕 一個雪菜肉絲 炸菜 炸菜 咖哩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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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先嘗一口給你們準備的這個菜 先嘗一口 香港的味道 好吃 好我 嘗 嚐一口 嘗 好 嘗 嘗 多字 哇 我不敢看了 哇 真的 我不敢看了 哇 好感动啊 好感动 祖兰这封是什么信 哇 哥 你还记得这道咖喱鱼蛋吗 是爸爸离世前最想吃的一道菜 当时爸爸想要回家住几天 吃几天家里饭 你和我都不同意 希望他能在医院里好好地去养病 但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才发现我们当时没有理解爸爸的想法 爱他就应该让他做开心的事 今天给你做这道咖喱鱼蛋 也是想对你说 哥哥你辛苦了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也可以为家里分担 希望你能开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别为我们担心了 好妹妹 其实咖喱鱼蛋在香港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地道的小吃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病重嘛 还有是消化系统的病 所以到最后呢 一吃什么进去 不吃流质的 他就会吐 有时候会吐血 那所以我们家人呢 就觉得 哎呀 你不要辛苦了 你不要吐了 所以就不让他吃这个咖喱鱼蛋 但其实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爸爸最后的一段日子了 所以他就好想吃 好想吃 他结果还是吐血了 但是他吃的时候其实是好开心 后来我们就有点后悔啊 其实有时候你爱一个人 不一定要他做一些 我因为保护他 爱他 而要他听我的命令 有时候爱他就让他去做吧 就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是做我希望他做的事 你一直在咖喱鱼蛋 这是一道什么菜 噢 咖喱鱼 咖喱鱼蛋 咖喱鱼蛋 这道菜应该是我这个世界上最爱吃的一道菜 因为小时候母亲去世的早 大概四岁的时候 所以我奶奶一直照顾我 大概将近二十多年 然后照顾我二十多年的时候 家里穷嘛 其实鸡还吃得起 所以基本上只要我回家 我奶奶知道我爱吃咖喱鸡 她就会一直给我做咖喱鸡吃 后来奶奶年纪慢慢大了 后来就变成我跟娘娘 我们上海人就叫 应该叫姑姑住在一起 所以呢姑姑也照顾了我十年 当奶奶不能再 就没有能力再给我做饭的时候 就娘娘又延续了奶奶的厨艺 给我做了十年 所以奶奶现在是去世了 我现在工作很忙 去年365天 我只有五天在家里 然后就突然 其实我跟我助理 还有我的亲戚人就每次说 他们问我要吃什么时候 我都会选择咖喱鸡 我都会选择咖喱鸡 因为她预示着我回家了 对 小元怎么了 没有没有 其实我还好 这是拔丝地瓜 就拔丝土豆 我可能有七八年都没有吃到过这道菜了 因为我从小是奶奶待大了 所以说当时家里面也没有钱 然后就是奶奶就会给我做拔丝地瓜 然后每次都嫌她 我说你糖放太少了 然后撕拔不起来 然后后来就上学 然后又没有经常能回奶奶家 然后现在就是出来 强强年纪出来工作或者上学 都没有很能去照顾他们 然后就是只好爷爷奶奶肯定会看这个节目 所以就一下子就控制不住 就还好 没那么多大事 然后就虽然 虽然爷爷奶奶就也没有离开 但是就希望大家就如果离家很久了 就还是都会去看看家里人 因为小的时候我跟他们说过 我说以后我会赚大钱 卖很好的房子 然后带你们去特别好的其他地方去旅游 那现在我就只想说多抽空回去看看他们 或者怎么样 其实可能爷爷奶奶爸妈妈奢望的 不是说你赚多少钱 就是多陪陪他们 就是希望还是孝顺一点吧 就没有了 奶奶知道你好乖 太煽情了 但是拔丝地瓜 其实你说不是大菜 但是一点都不简单 你回去跟他说他很棒 沙姨这个他都不敢看 怎么了 沙姨 他根本不敢看 他说他不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封信是我爸写给我的 我们俩很少交流 父子之间 对 亲笔心 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点叛逆 然后我爸爸又是属于特别严厉的父亲 我从小我们俩就很冲突 这个菜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菜其实是我印象当中 我爸爸给我做的第一道菜 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和我妈妈走得特别近 然后突然间有一段时间 我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 就是她要去别的地方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一直跟我父亲在一起 那是刚开始的时候 是我觉得是我整个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因为每天我要面对它 因为我认为全世界我最讨厌的就是它 然后其实我爸爸也不怎么会做饭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我放学之后 他就带我去我们家旁边各个小馆吃个遍 然后这道菜是我在饭馆里最喜欢吃的菜 后来有一次我回家 我发现我爸模仿着饭馆给我做了一次 这是我印象当中 他给我做的第一道菜 信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有点不敢 行 我大概我念一下 因为他很少给我写信 对对对 春节快到了 祝儿子杀意新春快乐 一生平安 看 知道我们有距离吗 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多注意身体 一定不要太劳累 有时间在家多陪陪孩子们 多和他们沟通 交流 多给孩子们关心和教育 千万不要惦记我们 我和你妈妈都很好 吃得好 睡得香 身体都很健康 我们活得很开心 很顺心 你就不要为我们操心了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注意身体 少喝酒 爸爸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父母跟孩子 总会越来越远 你长大了 然后慢慢其实他们 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再跟你好像特别像小孩时代的沟通 好像做你小时候爱吃的那个东西 好像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过去 那个感受的一个方式 我每次回去他们 这十多年其实他们 重复给我做同样的菜 回家 其实有时候我已经不爱吃了 但是我就像之前说的 我觉得这就是家 我吃到这个菜就证明我回家了 大家都在回忆过去 我就展望一下未来 这道菜是我女儿给我做的 很简单 她十岁 她给我写的信息很简单 旺旺 你最爱的蛋炒饭来了 不管多少山珍海味 都比不上我做给你的蛋炒饭 因为我们家唯一缺陷 就是没给她养狗 所以她给我起了一个狗 我叫旺旺 孩子不一定会做饭 但是她不管做什么 她就是在传递一种爱 这个爱在我们家存在 我们家就很幸福 很健康 王牌补水快享水润 温币泉一号水 邀您参与节目互动 补水就用温币泉 今天我们整场主题是 决战时审之夜 但是当大家看完整期节目之后 发现出现在食神和厨神 反复对决的这个舞台上的 每一道菜 真的没有山珍海味 没有那些需要特别大的 昂贵的代价 去换回来的食材 能够让大家在这里去回忆的 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手艺 就像大家说的一样 这是最简单的家的味道 在我们记忆深处 永远不能磨灭的家的味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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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分享 2月10号 决战时审 为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大家一定到影院去支持好吗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最后呢 一起来一张爱的合影 用我们的Vivo X9 2000万前置柔光宿舍 照亮我们的美 照亮心中最熟悉的爱的味道 好 来 OK 谢谢 中国娱乐 人民网 新华网 光明网等平台 对于反货的大力支持 下载人民日报网易腾讯 新浪凤凰 搜福新闻错误端 今日头条 达可 三六雷搜索 兴趣部落 界面 百度推发 全明星探等平台 获取更多的新闻 主席 你活不了今天 大家好 我是谢霆锋 冬天来了 这么冷的天气 要吃什么 才可以保暖的 今天 我就叫大家注意到 秘质 望竹南 首先 我们要选一块 上好的 羊腩 羊腩可以去世性 暖腥味 称之为 暖腥味 做暖腩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点蜂蜜 但是 千万不要用 乌拉圭的蜂蜜 因为暖腩 不可以有太多的 但是 千万不要选上 花心大萝卜 如果 跟花心大萝卜 一起煮的话 暖腩 就会变成 煮羊腩的时候 用离子 压在羊腩上面 这个方法叫做 利亚腩 把火开到最旺 比亚腩就会变成 旺图兰 千万不要忘了 甜品 今天 我叫大家做的甜品就是 永远中的旺牌 我叫它做 旺牌 左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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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顾个欠 记得 不能用买 只能用送的 这个才是 送欠 迪亚男的王祖男 好可爱的王源 再配上温柔的松茜 就是最完美的 王牌套餐